现在我的车子没有穿防滑电,在这个位置停了,这还有起步的话就要往摔围了,所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我等他们走了来再说,如果不停的话,我一口气上去没问题,如果停了的话就不行了,你看车子摔,在那边上去了起步,哇塞,这白毛风吹了,人受不了,上车上车上车,快上车,哎呀,哦呀呀呀呀呀,这白毛风吹的,风太大了,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够起步在这里,可能起步有点困难,哇塞,起不了步了,哦,等一下,上车上车上车,风差太大了, 所以你把防滑电扇进去,哇塞,你扇进去防滑电,绝对不,水里面去,哎,等一哈嘛,如果不停车了,让我起步就没了,那你走不了,我就走不了了嘛,哎呀,所以把防滑电扇进去,哎呀,现在我的车子暂时走不了了,要停一下再说,我看怎么起步,嗯,怎么处理呢,他们两个对了,我就一开始起步就跑了,我就不跟他们了,夏师傅刚刚穿最危险的路段出来了,我很简单,也没有把防滑电,一样的起步出来了,我穿了两长沙子, 然后把我的车上有块那个麻将座布,个子两块,站在那个后轮下面,起步出来了,现在从最危险的地方出来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好多车都走不了,我从最危险的路段已经出来了,啊,刚刚心情好紧张啊,在雪路上的话,没有防滑电的话,尽量不要停车,尽量不要车上车,尽量不要车上车,如果一停车的话,起步就是非常困难的,慢点,慢点,自己快快快快,一会儿,小心点,好的,好的,老婆大人,不要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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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 先去,大车有点吓得,我靠,打车有点吓得,我靠,不要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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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别紧了,不是,怎么不怕了,哪里是不怕的,我现在不闪了,先把我们拿换似的,你快开来,你别开,我接着精神,好,换了,你慢慢的,你慢慢的,你 centimeters,距离越缘点,一定不进。好嘛,好嘛,老婆大人,你还在队里面 同时,你进,你进了些没有,我说,老婆大人,邓属,高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下山的话 最危险就是台北的刹车 所以说冰雪路面 下山是比上山危险的多了 下山划成了一档 这个我还能够抓到 下山的路太难走 不行我摔空档了 空档给你不行 哈哈哈哈 那过来嘛 比起路上关 别的摔不摔空档 二枪当你抢不起 我看前面这个太子是滑下去的嘛 是点双方法的 你许诺呢 记得往中间 别往那边 许诺 记得往中间开 你许诺那影子 你还这里别拿大花 从那儿滑 从中间可以走 开得到边了 开得到边你最容易 大花 我的天 我的地 我的石区 浪迪 翻山下山都没问题 不要吹死你脾气 现在在危险中东西 哪里有什么危险啊 我把那个西岛跳出来的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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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升机 坐上 there 又下雪来了 老天呀 真的 miss the Vía 哎呀 过了这桶冰雪路的话 我心情就舒畅多了 这就真的是 你得问题都没有 挑战成功 设计拉山 我上山下山全程没有掀防装兰 小点不知道还有没有冰雪 先等一段再说 这啥情况 要不要打千斤铃起来 千斤铃有没有 千斤铃打起来 等下我来给你去 我懂你的意思 我也是这个想法 现在这个轮胎抬下来了 我带八一 然后赶快 我知道 如果这个轮孔没问题 然后直接再开 这两个刚才内空不一样 主要是这个位置 这里面挂着盘挂不上了 这个小洞了 不过你这是原则的吗 原则是吗 不是不是 这是界别人的 这是界别人的 难怪装不进去 那个小洞上挂上去 你断的东西 直接把非凡的搞废了 这个轮铃应该是可以用 你翻过来我看一下 翻过来 轮铃没问题 轮铃可以用 那刚才现在都改了 快一点吧 你直接这一锅胎啊 就这一锅胎 对 搞快搞快搞快 哇靠 越快越好 他们一下下去要换胎了 这个钢圈 接着钢圈 接着轮胎端不上 没办法搞 我看一下这个大哥的 这个大哥的面条取不下来 给了又可惜了 不给的话 我再想办法给你取 肯定是取得出来的 哎 你们钢圈才能够 你们应该换胎 往前再换 你看抓的容易 你自己瞧一下 这是你们刚才换胎了的 还拿一点换胎了吗 就这儿了 我再换胎了 你看一下 大哥你这个东西 没事 现在没事 哇靠 看见没有 黄黄天挂了的 刚刚取了 他们得了一介度 我觉得你这因为不是刚才 不是刚才 不是刚才是原来的 刚才你就来会只到不到一米 这个不是刚才的 黄黄天挂了的 其他什么东西给你挂了的 我刚才装那个方法链的时候 它旁边那个边 里面打 就磨的 我靠 我等着没装紧 哪了的 对 我就是这样 跑起来 你看看有多选 你要使劲跑的话 两下搞废了 行 把它装上吧 我再给你装 哇塞 太危险了吧 电杆 过去了 这个没这 这个一点不了 那样的 你把大地盘挂住了 就惨了 把半厚咖啡也惨了 这边一样的 这种情况的话 是挂防法链没有垃圾 挂防法链那时候一定要垃圾 如果拉坨了拉断了 把刹车油管 搞坏了的话 是个麻烦事 所以说挂防法链的时候 千万要千万要把这个 连条拉紧 在路上如果说感觉到松了 一定要下来检查一下 要不然你在路上爬着 把这个刹车油管搞坏了的话 把轮胎搞坏了 是个危险的 非常危险的事情 好吧 轮胎装上就完了 等那个车子在轮胎上来 刚刚那个重庆来 现在取了个 取了两个防法链 他们那个防法链 之前没有钻紧 把这个 然后悬挂都挂坏了 但是不影响开 挂烂了一点点 但是不太影响 然后他们已经走了 本来我都没打算收他们的钱的 那这个老乡 给他两百块钱 还是收下吧 大新年他给我 我们就收下 我也不客气 这不能肯定收的 没有老乡 我说了不收他的钱 他要深圳塞个两百块钱给我 这个是真的 刚刚跟他去南边网坏了 好嘛 该收就收嘛 哎呀 黄山年明明 该收就收嘛 怎么能给他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那搞得那么久吗 十二什么 你能给他搞定了 你能给他办法呢 好好好 ok 哎呀 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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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他下去换台机了 这个车子干肠不对 为了啥的 我就在这等他了 等他换了台上来 再跟他装上 因为他没工具 我不可能在那把工具送给他 好吧 等一等